欢迎收听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维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宝狗投资总监Sky 哈喽大家好 这两天我的Facebook被一张照片洗版 以为是一个韩国女团 居然是67岁的陈美凤 凤凰电波存起来 不止Facebook好不好 賴大家都在传啦 真的 真的猛 真的 这就是科技的结晶啊 真的猛 就是不管是在人体的科技 还是在这个修图的科技都真的猛 的确这就是怎么讲 美图修修 我觉得不止 因为其实那个有些事情 应该是无法修的啦 对啊 你说像我们就讲 那个什么皮肤的光滑度 那个先不管 至少身材可能不会修那么多嘛 对不对 对 就是你就是要保持这样的身材 真的很厉害耶 我不得不说 就是看得出来 美凤姐真的花了非常大的心力 时间啊资源啊 就是在维持它的一个外表这样 真的很厉害 搭配了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 搭配了风华电波啊 他已经不是带人 然后一直转 我还以为 真的只有风华电波够吗 我觉得应该不够吧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很好玩啦 台湾有很多这种相关的 可以投资的 真的吗 像什么 就是美容相关的啊 其实有一阵子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那个什么胖达的人 怎么了 那个其实是整形诊所啊 那家公司 它是一个那个嘛 借客的嘛 它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整形诊所 一个是那个啊 面包那个啊 大家知道胖达的人 就是那个面包嘛 然后后来就家乡劲 然后被爆出来嘛 对没错 但它实际上的那个营锁 有很多是 整形诊所 哦真的哦 对 那其实诊所 现在我不知道好不好赚 不过在我念大学那个时候 因为我有学长 就是在开整形诊所的 那个时候知道是非常好赚 现在我不知道啦 因为现在 整形诊所也变很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好赚 不过那时候 我知道是非常好赚 台湾有上市柜的 整形诊所吗 之前蛮多借客了 后来因为那个东西 就变不好赚了 就没了 嗯 不能说它业务没了 是说就是 当年的大家把它当作 是一个什么 借客的工具吧 那现在还是有啦 它是有些诊所的上市 只是说 就是它本体不是诊所就对了 嗯 它本体不是这种医美诊所 哦可能是一个 像投资的其中一个部位这样子 对对对 赚投资的一个东西 不是因为这跟这个相关 其实有很多啊 就是我们以前 这不能说以前啊 就是大家很常提到了 那些所谓的这种 卖这些什么媒体啊 直销啊 其实是围绕着这个 在开展的 保养品啊 相关的互服品 对对对 这其实很多 其实中国或台湾的 只要很多 在这种 对对啊 台湾在这边 是不是比较多是 我们讲可能保养品 或者是刚刚讲的 这个渠道 直销的部分 但像医美的器材 就比较少对不对 因为医美器材 我知道像那个 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大国 然后对 美国其实也不少间 对 但这个很杂啦 像我知道那个 有一个叫索福波 你知道吗 索福波其实也很红 然后它很像就是 以色列的机器 这样 那个我是不知道 我没有打过 我没有打过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瘦瘦针 瘦瘦针是美国的 对 应该是美国的吧 对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台湾其实有很多这种 这很有趣 等一下我看一下 是瘦瘦笔还是瘦针 瘦瘦笔 那个什么 瘦瘦笔啊 瘦瘦笔不是美国的吗 我记得好像有台湾代工的 哦真的哦 对啊 我记得 我记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反正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 艾美产业很屌啦 艾美产业已经延伸到这个 更高的年龄一层了 就是 这就是最好的那个嘛 其实昨天我跟我朋友 在吃饭的时候 我没有再了解这个 就是 你会希望你六十几岁的时候 你老婆长这个样子吗 嗯 真是一个好问题 我朋友讲了一句话 不代表我的立场 就我朋友讲的啊 他说如果 我想要一个 长相二十几岁的老婆 我就去找二十几岁的女生就好了 哈哈哈哈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啊 对不对 这个说法 嗯 怪怪的哦 这个不代表我的立场啊 哈哈哈哈 还是就是说 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 他会比较快乐的意思啦 对 不过 关于这个凤凰丁波 你像还有另外一些 有相关就是 药雅 对啊 就是药雅代理的啊 那一台机台啦 哦 所以像这种 医美的器材 他通常是独家的代理吗 还是其实会有很多 代理厂商啊 我猜他那个台湾 应该是独家 就那一台也是独家啦 不然谁要给他赚 对吧 就是现在医美产业啦 其实这个维度很大 但是这些公司 就是我们比较常讲的 真的是女性比较常去的 嗯 就比如说像那种 什么利丰啊 就是什么 克里提纳这些的啊 嗯 佐登啊 这些的 就是他们在这个产业 算是很有名的嘛 对 然后大家也正常消费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市场在中国啊 中国非常大 哈哈 我台湾其实有蛮多 像你刚刚讲 佐登这个就是嘛 对 佐登利丰啊 也是啊 对 大疆其实也是 大疆 哦对对对 大疆也是保健品啊 对对对 他应该起来 就是中国的围商的那一波吧 对啊 就是我们有讨论过嘛 像这个维生物代理的 维生物的时候 就是什么益生菌那些 其实这些都是广泛的 对身体健康 然后爱美的这些嘛 嗯 对其实这些 他们对中国的市场都很大 对啊 那像化妆品也是啊 像前一阵子 那个什么亚斯兰黛在说 这个啊中国要炸了 哈哈 他法车被你讲 他的股价也炸了 对 你讲到大疆 就我现在想到大疆 永远都是某一个 我不知道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还是新闻媒体自己写的 不过我对这篇报道 非常的印象深刻 因为他在介绍 大家讲他是怎么介绍的 这个是在2018年 我也是挖矿吧 对 因为2018年 那个时候比特币很红的时候啊 他们讲的是说 发表了一个 生物挖矿的经营模式 透过整合大数据 人工智慧 与自动化实验室 来加速生技领域 有效性的成分开发 效率提升70倍 加速挖掘全球生物资源的价值 就是哇 有挖矿 有大数据 有人工智慧 有自动化 是一个八字我大集合 对啊 关键字投资 关键字都有 买 真的 真的 看到人说 有没有这么掉 有 好吧 对 但我觉得 他在传这个图 两个意思啦 对 一个是 你永远都爱 做到什么放这个图 你永远都爱 我真的 真的厉害 对 真的厉害 女人永远都会打扮自己 对 这个钱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好赚 对 但台湾公司都是 中国那边 大家都占比都很高嘛 是 对啊 所以这个看起来 大家最近不太好 原因在这里嘛 所以大家就是想要说 我们去先进市场 我们去美国 可是这个东西又很在地 每个地方红不红 其实 大家想一想 这些都 有点像直销嘛 或者是有点 不能说有点像直销 有很多根本就是直销 有的都是微商 然后甚至是 反正它就是需要一些 人与人的推广 就是地推啦 对啊 所以这个商业模式 以台湾的厂商来说 最近的逆风的状况 比较严重啦 哦 比较四块 因为我们没有在用这个东西 因为我查了一下 一发要 用一次好像十万嘛 对对 风函电波其实是 这种为整 不管是电波 音波里面算是 算非常高级的 对 就听起来很好赚 但是需要时间去推广啦 那你以一个厂商的角度来说 台湾的市场 给你赚一波没问题 但是你要一直 不断的有人持续 一直打风函电波 那你就是需要去 人多的地方嘛 就是风函电波 他们广告很强 因为我自己是 下雨天不骑车的人 所以我下雨天 都是搭机车车 永远都会看到 那个啊 林心如 与时光逆行 对啊 那是大车队吧 对对 没错 大车队的广告 这个林心如的 凤凰电波广告 是非常的猖獗 对啊 反正anyway 我觉得这个产业 应该是一个 经久不变的产业 只是它 可能有很多新的啦 是 所以我觉得 在前一段 好像有一段时间 很红的是什么 盐盘玉哦 啊 那盐盘玉也是一个机台嘛 对 其实就红外线嘛 红外线照一照 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蛮好玩的 对啊 只是说台湾的 这个厂商比较少啦 那真的 可能真的比较脱的是 比较偏什么 护肤美容的这种 对对对 有时候直接做机台的 这真的是没有 或者说我不知道啊 可能没上市 好像真的比较少 因为听过比较厉害的 像海福啊 像我刚讲索富泵啊 像凤凰啊 这些都不是台湾做的 对 这些都还是 像我刚刚讲说 索富泵可能是以色列 然后可能在美国那边 有一些 像你刚刚讲说 那个红外线 其实 医美诊所 他们有他们的红外线 然后像有一台什么 Ominux 那个也是在美国 你做的那种是那个吧 就是比较 反正它波产 还是有点不一样吗 它在 就是红外线 跟近红外线 对 那边去做一种 就是照射 因为我最近 有一点想要去用法令纹 所以我稍微来看 到底要用什么 你这个凤凰电波 对啊 可是凤凰电波很像 对法令纹没有太大帮助 我不知道啦 如果我知道了 欢迎推荐一下好不好 如果推荐什么医生 推荐我一下 这个我真的不懂 我有一点点想要处理法令纹 这个觉得开始变身了 感觉到这个年纪 感受到年纪的威力 真的感受到年纪的威力 远方的一处灯塔 弄成这样就觉得 科技还是有进步的 真的真的 整宝还享受一下 对 实在是太厉害了 另外一个 科技进步很大的 我们来进到一个电动车 这也是一个科技啊 没错 就我们这礼拜看到了 两间国外车厂的发售会 福特跟同样汽车 我们讲同样汽车好了 同样汽车他就直接在讲 他就说未来啊 一定就是全电动 而且是什么 以科技为中心 Technology centric 从GM讲出来这个 觉得有点 有个错的感觉啊 是有错的味道吗 怪怪的 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一定没有错 还没有讲错啊 他们讲的很直白哦 他说 我会这样说 就是纯电动 或者是科技为中心 不是因为 对环境 对社会友善 是因为它是一个 很棒的商业模式 它帮我们开启了 新的获利成长的契机 哦 这个说法很正确 这就有一点让我像那个啊 BMW不之前都会说 什么锁制各种功能吗 要各种订阅制啊 什么的 然后被骂 然后再说 不然我开放怎么样 也是有点像这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大家先尝试啊 而且它不是所有订阅制 它都全部开放啊 对它就是不同国家 不是 而且它有赚头了 它就没差啊 因为有人买嘛 对啊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我简单说 那种新市场 就是有给你一个测试的机会嘛 反正不行 不行就收掉啊 成本又没多 就要很多 如果成功了 你不是大赚 没错 所以在讲电动车 我觉得 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现在在讲的这种 就能源驱动的方法 到底是燃油 还是电汽 这两种 可是有另外一个方向 也是车厂之所以 对于电动车 或者是这种 比较多科技啊 或者用电更多的 这种东西 感兴趣的是 那我有更多的 软体应用在里面 我是不是就有 更多收费的机会 对 看下通用汽车 他们是很 哇 就觉得这个很棒 对啊 没错啊 只是说这个论述 在之前都是对的 对 然后最近太贵 大家觉得你太贵 不想撩你 那你可能就是 又要削减一下 没错 等你的这个 采用的人数 或是买车的人数 到达新的高峰的时候 你都可以再推行 新的东西了 对啊 这也是另外一件 像Ford 他们在讲那个 他们直接讲说 early adopter to early majority 对 这就像那个产品的 生命周期 对 我一开始有个 早期 龙卷风暴 对没错 就是跨越横勾的 这个东西 我每一个新的世代 或者新的产品 出现的时候 一开始会有一个 早期采用者 这些人就是 我就是想要去 使用新科技 这样 所以我可以贵一点 对 他有这些人 比较不在意价格 反正新东西 我都想试试看 那他说 现在电动车市场 已经快要跨越 这个早期采用者 要到早期大多数了 也就是说 他快要跨入到 一般消费者 都会想要 使用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价格就变得很重要 他们就不会因为说 这个东西新潮 我就愿意付更多的钱 没错 我觉得这两个 这个法说会 他们这样提到的 我觉得就是可以 很印证 现在是市场的状况 现在就是太贵 你一定要这个premium 大家不愿意付 没错 然后大家就在等他降价 那为什么大家等降价 因为这些人 已经不是那么长鲜的人了 没错 我就是实用 我就是要用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可以再回到 我们这件事情在讲说 大家最近不太买车 一部分是因为利率 对不对 那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是说 虽然有可能不会降 可是万一在降息 是不是这个电动车的 价格可能会回来 福特就跟你说 如果是这个论述 就是不会 对 我们的电动车 就只会看到 价格持续的下降 因为它已经要进入到 大众市场 这种时候价格是重要的 是 然后包含 我们又可以recall一下 我们之前看到一些原物料 电子原物料的这些下跌 所以这个价格 理论上应该是要下跌 对 所以这样各方各面看起来 对 降价是可能的 但这个其实是为了 就是说确定这个市场 其实是真的已经到达了一个 就是怎么样 要进入多数的状况了 所以说过去看到的那些东西 譬如说你觉得 看画系好了 它不会用那么多 没有 因为总量其实增加的会更多 没错 所以像这样的 就是最近的这样 EV的状况 就是看起来不是很好 但可能就只是一个转换器 对 我觉得这种成长 都不会是直线的 一定都是曲线成长 刚刚这样讲的话 听起来就是说 车子的厂牌 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有降价 利润空间在缩减什么的 可是里面会用到的 电子零组件的电子元件 看起来 用量就是会变多了 对 没错 那边看起来比较稳一点 比较稳定 然后对 只是说大家都会往前去 那个嘛 就是超前思考跟布局嘛 对不对 你觉得未来会降价 我现在会跟你谈 就先谈降的 对啊 那当然供应商来说 他也会先谈 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因为他预期未来降价 他还是会有毛利率嘛 对啊 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啦 就是这是一个进 但不管怎么样 所以进的状况不好 不代表之后状况 会一直都不好啦 对 这是我的看法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啦 对 因为看起来 通用也就是说 他们非常确定嘛 非常确定未来就是纯电 他说 All electric 这个 也把亲人排除在外了 然后或者是什么油电混合 也排除在外了 看起来算是一个蛮 肯定 或者蛮笃定的一个态度啊 就是 我就是纯电 这样 没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合理啦 合理啦 应该说这个中短期都蛮不错 长期你不知道啦 到时候要变的变 要变我再感觉 如果那时候亲人真的起来了 All nicho之类的 全亲之类的 对啊 到时候再说嘛 对不对 这都还早啦 反正科技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对 突然有一个东西冲出来 那个东西已经很早前就出来了 比如说那个AI的东西也是很早前就出来了 对不对 就有一天突然接上来就红了嘛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讲完车子 这种 算是非必须消费 非必须 对 非必须消费 有另外一个非必须消费相关的东西 我们的房地产 现在的囤房税2.0三读二 非自助税率最高4.8%全国归户 那关于囤房税2.0 其实之前我们有找过这个方式风底所来来过了 对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囤房税2.0嘛 那时候有这个规划吧 对 那时候是草案吧 嗯 就是说 那时候提说 好像大家都 建商多的时候 丰盛啦 对 那时候觉得比较保守一点点 没错 对 那现在呢 现在这个建商的态度是什么 更保守 还没有 其实我觉得没有保守 你觉得 我自己听到的是 我有几个朋友现在在看建案 他们说 其实蛮热的耶 对啊 我也就觉得很热啊 就是 你现在要去买新房 其实 还是蛮抢手的 没错 但跟这个税率这个没有关系啦 因为这个税率主要是 自住嘛 自住你会税会变少 然后他鼓励你出租嘛 嗯 所以我觉得会变成一个 很两节的市场 很有趣啊 就是出租的人会变多 嗯 那为什么现在住宅的市场啊 或是说你现在买建案的这个 状况还是很好 我觉得还是就跟我们之前 有提过一个现象吧 还是说一个措施啊 就是那个金安贷款啊 嗯 金安贷款这个真的是 129了 什么时候要开到这个 我们以前都像日本人 啊 你这个 日本35年 隔代的这个贷款啊 就讲到你儿子都还在讲 你笑屁啊 你现在你也死啊 现在台湾40年啊 你笑个屁啊 而且我发现有一个概念已经 升职人性 因为我老实说 就我其实没有很认真在研究 买房这件事情 所以我跟朋友也很少聊 是我最近在跟朋友聊到的时候 不管我们同事或朋友 其他都会有概念就是 反正不一定会还完 哦 对啊 对 反正你可能住个20年 你可能就卖掉了 然后不会还完 你这个就是一生选命的玩法嘛 就真的大家都这样讲 因为我就在想 比方说 我有个朋友 就他是个魔术师 然后你就讲魔术师30岁 然后去贷房贷 等他房贷30年 我想说 你现在30岁你有case没关系 你60岁谁给你case 就是 或者你50几岁的时候 你一个魔术师谁给你case 他一定跟你讲 我五年就说大专卖掉了 谁要case 我想说 等一下 就是银行也是啊 就是像这种 比较像自由接岸的人 他们的收入 没有这么稳定吧 哦 对啊 这个说法 对啊 就没有这么稳定 你贷30年 这个合理吗 然后他们都有种概念 就是说 哦反正我不一定会缴完 我可能 之后就会把它卖掉 又怎么样 所以你就是一个 常态性的 背负房贷的一个概念 对啊 我觉得现在有点 这个概念啦 对 就是 让通膨来帮你还 对 然后未来真的就是 每个人身上 就都有房贷这样子 对 人人也有房贷啊 对 我觉得蛮奇妙的 因为 也没有说要支持谁啦 可是就 现在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不是也提出一个证件吗 对 就1500万以下 这个投期款 政府跟银行帮你吗 对 对 我觉得 一个投期款 对对对 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很棒啊 对啊 我朋友就说 他要回来买房 而且 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 你如果是结婚以后 很像两个人一起买的话 他就是 你共同持有 这样买 很像就两个人都会算首购 所以 对啊 你就分开买就好了 对 所以大家都说分开买 这样子 一人买一间啊 所以就真的像我刚刚讲的啊 人人也有房贷啊 不是 你要这样想啊 人人被房贷啊 你仔细想啊 你现在人人也有房贷 他现在让你买房 门槛路很低 对 但是你又有这个叫什么 这个囤房税2.0 那时候会不会大家都拿出来租啊 可是最近的那个耶 台湾的房租其实上涨蛮多的耶 不是最近喔 这应该说这三五年涨很多 台湾在过去啊 我们的人均这个收入的房租比 其实是很 是偏低的啊 就我们的房租其实上对来说是很低的 对就是过去啊 对对对 可能五年前的 对可是 哇这几年涨很多耶 对啊 所以我觉得会两极啊 你买得起房子的人 就会往这招 就是你会买来租人 你买不起房子 你就只能一直租 对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自己觉得啦 对啊 目前拖一鼓起来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 就因为昨天我们几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我还有个朋友 他是在日本的苹果工作 然后他就在日本买房了 日本很便宜啊 这个价格另外一说 他说他要去银行 就借房贷的时候 他说他原本以为他被举拿出来 就是我在苹果工作 然后就过了 他没有他就搞了一个月 就是假如他是在他的新转户的银行 他说你不是看我新资收入吗 看我多有钱 就是你为什么要省那么久 什么意思这样 所以他很压抑 为什么台湾就是在核贷 对他来说是这么容易 因为我们就都是魔术圈的 所以他就听到很多魔术师 魔术师的收入就很不稳定 他说为什么这些魔术师 也可以去见到那个 我一个在苹果工作 吸水那么高的人 然后我在日本 为什么贷款这么困难 然后我们就讲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 因为其实台湾的银行感觉 不太怕你还不出来 因为我把房产没收以后 更有钱 而且台湾房价不会跌 就是很像我反而是比较赚的 不是说不会跌 还是这几年跌比较少 我们讲这十年 这十几年不会跌 跌比较少 可以看现在的这个韩国跟中国跌了多少 台湾跌多少 讲中国 中国已经炸裂了 今天早上来就在传那个 什么格隆会 你知道那个东西吗 一堆人在传那个格隆 就是格隆就说 中国现在有三个归零 然后他就被封了 他说我的房价 人流 物流 金流 都归零了 哇靠 这个死定了 这个马上被查水表 对啊 但就我们之前也聊过 中国房地产那个东西 就是房地产 就是一个财富效果 很重的东西 它大跌 哇那真的是超惨的 对啊 对 那个他整个经济一定受到影响 中国现在就是大跌 对 大家各种脱产 韩国也跌不少 对韩国也跌不少 30% 就我就觉得很奇妙 台湾为什么都没有 对 以前真的有跌过 上跌什么时候 SARS 对啊 就是SARS啊 2001啊 SARS我还在 还在干嘛 还在翘课 我们的听众很多 那个时候还没出声 我还在翘头 都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 所以这真的是 很奇妙的事情 但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都各种放水 我觉得 哇真的好神奇啊 对这就让我想到那个 像金元讲的 哦这个 这个是查在细节里面 然后就给你开一个囤房碎 就你觉得会跌哦 我另外一边在开水龙头 对 那怎么跌啊 对啊 所以这是现实啦 我只能这样说 就不管是谁上都是这样 都必须要面对这个 更长的房贷 那你有更长的房贷 那是什么 相车门槛变低了嘛 嗯 所以相车门槛变低了以后 这个价格 你就很难跌下去了 有可能是这样 对 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就应该说 真的就是有很多人的想法 然后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诱因啊 嗯 所以今天如果想要期待 台湾有什么样的政策出来 然后房价就会跌 真的是蛮困难的 对 像目前来说是这样没错 原本觉得有囤房税以后 台湾的房价可能会跌 结果 哎 看起来 反正我可以租出去 对 或者是我可以再把房贷变到 哎 30年不够 我跟你40年 你没有投期款 哎 我帮你免出投期款 我也建立投期款 哦 那这样子 这么多政策抵消以后 哎 真的 房价要怎么跌 对啊 因为这是一个很高杠杆的东西啊 所以你免出投期款 其实跟美国那时候 2008年是一样的啦 嗯 但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成真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些东西过去都出现过 所以它的走向 你其实大概也猜得到 就会长什么样子 嗯 对 所以这个就是 也不能说这样子就会爆炸 因为台湾人还是满好钱 不一定会爆啊 不一定会爆啊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 就是 过去有报过不代表现在会爆嘛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一个 连锁效应的啊 嗯 大家也不觉得那些银行会倒啊 对 对啊 美国就给你升到5-6% 你就试试看会不会倒啊 嗯 对啊 有人就倒给你看嘛 对 就是这样啊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以目前这个状况来说 通房车2.0看起来 大家在台面上是说 觉得这个会抑制房价 但实际上 就是这些新的贷款的这些政策 我觉得是真的会撑住啊 甚至我觉得 也还有可能把它往上顶 嗯 对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跟市场比较不一致吧 或者是说 这可能是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啦 对啊 最后我们来update一下 海运的东西好了 我们之前都在讲那个 散装航的问题嘛 对不对 对 对 散装航的那个运河 巴拿马运河 因为有一些 就干旱啊 水会降低啊 所以变成有些船型过不去了 然后之前在讲的是这边 可是现在看起来 货柜航 他们的报价也在涨啊 对 这是欧洲线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 这边有看到说 它是创下疫情以来 最大的丈夫耶 没错 就是因为那个 是因为夜门的叛军 无差别攻击 经过了船 哦 就是海贼王啊 你懂海贼王 大航海时代来的 就是大航海时代啦 你懂哦 对 大航海时代来了以后 大家没有办法经过那个地方 无差别攻击船只 对 但要绕的地方 诶也是好啊 很久 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大家知道了吗 除非你开始是战舰好不好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短期攻击事件 所以造成它的那个 运价的提高啦 而且是欧洲线 嗯 诶为什么他们要攻击这些船啊 没有啊 他就说他无差别攻击啊 但为什么 为什么要住这些船 我也不知道 他的诉求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诉求是什么 就大家都不给过啊 留下买入财啊 什么意思啊 就大家不可以过啊 OK 所以是这样的概念啊 嗯 对 但anyway反正我们只要知道说 就是那个地方现在就是 所有航商不敢经过 嗯 所以造成了这个 大家短期 欧洲线的价格就拉起来 嗯 那所以这个 大家就兴奋了 但 我们还是 必须强调啦 这真的是短期的事件 那 不一定是短期的事件 我先这样说好了 因为我不知道 要办论多久啦 对 但它的 货柜行的攻击 跟 散砖行的攻击 比起来还是 货柜行还是差一些啦 差一些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 供给非常非常多 OK 因为它之前 它运价实在太高了 嗯 对 所以这个造成 大家都盖了新船嘛 那这些船会逐步出来啦 嗯 对啊 那这个东西的 就是能不能抵消 这么多的供给出来 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困难 因为它是欧洲线 哦 所以我这边 稍微讲一下 你的概念是说 虽然 今天就是 有这个夜门的 叛乱的问题 导致一些 货柜行 他们的运力 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边供给算是降低啦 对 可是因为之前有造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货柜船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船是多很多的 是 对 那这样子到底供给有没有下降 其实不好说 对 其实不好说 但极短期这个 无法调度的这个涨幅 是一定会有的啦 嗯 对啊 那会持续多久 就是不知道 那这个战争的例子 可能就是 比如说这个 乌尔战争的这个状况 大家就可以看到嘛 一开始会先冲上去 然后后来 就算战争持续 它也是会慢慢的掉下来 任何的原物料都是 没错 因为大家会调整嘛 我们是傻了 对啊 所以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我自己推估是这样子啦 嗯 对啊 所以就 对 我觉得最近海上还要蛮多事情的 嗯 对 那沈中航那个问题还没结束吗 对 但是有放宽一些了 嗯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很好玩啦 对啊 这真的是跟着 这个世界的变化 在脉动的东西啦 嗯 对 那也因为是欧洲线啦 因为其实上一次大涨 是因为是美国线嘛 嗯 对啊 美国线造成其他地方的大涨 嗯 对 所以这个两相比较啦 对啊 这两个 说欧洲的云销比较少 对啊 理论上是比较少 尤其是对台湾人来说啦 哦 台湾买比较多的还是在美国那边的东西 对 因为运比较多在美国啦 嗯 所以美国的那个 价格来说是比较好的 嗯 对 那你运到欧洲 过去就是维持稳定嘛 那 相比之下啦 价格是没那么高啦 哦 过去啦过去 因为有一阵子欧洲很惨啦 跌到什么 几百块而已吧 嗯 对啊 就是相比之下的那个量可能不太一样啦 嗯 但不管怎么样 我就觉得是短期事件啦 他要一直打 人家还是会调整 对 哦 我觉得打有点过分啦 这个不会有哪一个国家的 想要去处理一下吗 所以就要护卫舰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啦 对 反正我觉得就会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事件 嗯 好 所以关于货柜行涨价这件事情 因为他短期嘛 然后再来他欧洲线影响就比较小 所以你觉得他也对于其他的一些 比方说第二层可能影响到的范围什么的 你都觉得还好对了 我目前觉得还好啦 因为看起来就是他也不太可能出去嘛 嗯 我说他的那个冲突的范围就是线缩 所以大家绕路嘛 所以其实跟那个散装行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嗯 就大家都是绕路 对 就是从这个状况来看供给是变少了嘛 嗯 但就是散装行的那个时候的新造船是没有很多的 那货柜船是新造船在这两年都还会陆续下水 所以这个形成了另外一种抑制能力就对了 哦 对 所以这个你期待说啊 看像上次一样这样喷爆啊 这个机会可能比较低一点啦 嗯 好 那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 在结束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了关于医美相关的 其实我以前有看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啊 就是长相优势的一个研究 那关于你长得比较好看啊 可能会有一些优势 不管是更友善的对待啊 或者是更信任啊 这个东西其实都已经有蛮多的研究在说明这件事情了啊 就是你长得好看 就是会有一些长的优势 然后在投资上面也有一个啊 就是那个经理的那个啊 对 就是你的CEO长得越好看 通常啊 在Earness Code以后股价长得比较多一点 而且他们的研究很有趣啊 就有说 你这个长得好 和CEO啊 要出现在电视上 如果你坚持透过文字 或者是只透过图片 就不影响 但如果真的CEO 他发布这个 我们这个Bit Earnings 然后是出现在电视上 这个公司的股价会长得更多一点 这样 啊 这一定是国外研究啊 不是 是国外研究没错 不是英国研究吗 不是 是美国研究 那可能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啊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啊 就是 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医美是一种投资啊 是在投资自己 下次医美就来业配 欢迎 让我打个什么凤凰店铺 OK 凤凰店铺 打个瘦瘦比 还不像是可能 我不要 我不要 拜托不要 我这个最近 绞生牙齿以后 真的吃的东西量变少 让我非常的困扰 我还是非常想要尊重 很简单的 灌食 真的 我现在就是狂喝 狂喝一些流脂东西 不然 绞生牙齿 吃东西好好麻烦 不会 会 不会 没问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想听众记得按下订阅 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这集就像这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